路边又大又漂亮的水果可能不见得是好东西 在大陆出现这样所谓的染色柳丁 吃多了医生说恐怕有重金属中毒的危机 不止白浸的卫生纸染上红色印记 就连手指都一样 江西赣州特产齐城 酸酸甜甜很多人都喜欢 却恐怕把危险色素吃下肚 摊商说得很直接 但可不能拿健康开玩笑 来到批发市场 一颗颗鲜红柳橙都是染过色 晚上看到那个电视以后 不是在报道这个橙子染色吗 我回去买了橙子 我自己一擦 擦了以后发现上面就是红的 民众害怕来退货 毕竟若用的是工业染色剂 可能造成重金属中毒 统统下架没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洛梅 最后报道